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过来吧 我有好消息宣布 我又试验不成功了 我们先未来又找到一部 国际级的医学美容仪器 叫做Harmony 胶原BB 我喜欢老板有打不死精神 什么都够胆试 其他老板都不会这样 我也觉得是 虽然我来这里不久 但我发觉Gina 每次都亲力亲为 每逢试新东西都勇于尝试 但我就不够胆 因为不知道自己皮肤适不适合 但Gina永远都是第一个去试 所以我觉得Gina 胸口有个勇字 我真的忍不住要比较喜欢她 好多谢各位同事 这么多年来的努力和支持 不如我们请Angie 你出来和我们大家说 你开发疗程的经验 记得有一次 Juna要试一个医学更新疗程 是我帮她做的 大家都知道 要试新疗程 Juna一定要亲自去试 这次都不例外 因为她希望给客人 最安全最有效的成果 很多时试新的疗程 难免都有一些风险 Juna那次做完之后 整发面又红又起敏烂 哇!我都吓了一跳 但Juna反而安慰我 叫我不用怕 其实这些红和敏烂 是正常的反应 是end point 这些反应虽然比较大些 但效果相对更加明显些 做一般的美容疗程 是不会有这些反应的 所以相对医学皮肤疗程来说 效果会比一般美容疗程 快见效一点 所以那次之后 Juna好像打通了我任督二物一样 我好像什么都不怕 反而做疗程更进一步 我们还一起不断去转移 很多不同的疗程 和很多同事分享 还升职做高级治疗师 所以一直以来 我很感激这位老板 谢谢你 说到这个故事 我要补充给新来的同事听 当时我是很开心的 能够利用自己对皮肤的专业知识 去处理那次的问题 不过大家要记住 要成功就一定要有付出 一定要做得够专业 我当时不停地研究 去找出支持我论点的方法 见到自己的效果一日比一日明显 有时将自己融入了公司 成为了一体 到了一个无我的境界 有时候我家人都对我有怨言 好像我男朋友那样 他跟我说 你可不可以不再用自己的皮肤去试 我妈妈就说 你看看你今次你又试了些什么 我坚持没有试过的产品 不会被客户试的 终于我研究出 用水光注浸法 和Harmony去解决面部敏感的问题 只要皮肤够年轻 快乐美丽自然来 我还有一个秘密内调的方法 可以令我的皮肤很快地好转过来 谁有兴趣呢 可以直接来找我问吧 好啊 我也想问一下Gina 你几岁开始扮凌? 其实我十五岁开始 就已经知道保持年轻美的重要 所以我用了很多方法去左试右试 希望五十岁那时都望内似三十岁 有些人觉得我像一个医学皮肤科学家 今年十一周年 大家看看我们的logo 加多了细胞的元素 公司将会投入更多资源 在内外细胞各一方面 去实现年轻美 让顾客的肌肤延续更强的生命力 所以我们为客户设计年轻五到十年的套餐 大家继续努力 Skinnik十一周年生日快乐 Yeah! bing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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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